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2 B等于3 C等于5 然后找到它第三个ugly number它是4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右边 2的倍数呢就是2468这种偶数 3呢是3695呢是5015等等 这些基本都是ugly number 但是里边有一些重复的 刨去重复的来把它们做一个排序的话 找到第n个相对应的数字就是我们这道题的目的 这道题呢可以看到下边 它这个范围呢是最小是1 最大是10的9次方 所以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拿一个集合 找到每一个数字 然后找到它对应的元素是什么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用二叉数搜索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找到这些相同的元素 第一道题235呢是互为质数 它们的最小功倍数呢恰好是这几个数的成绩 比如这里边呢出现到6还有15 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首先要考虑怎么求最小功倍数 最小功倍数Python是没有内置函数的 但是呢Python内置函数就Math里边呢是有最大公约数的 我们可以通过最大公约数来找到最小功倍数 这道题我们假设X是Ugly Number 然后最后的Count呢其实就是用X整除A加上X整除B 再加上X整除C 然后呢减去AB相交叉的部分 其实画一个文式图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三个元两两胶叠在一起 这样其实是多减了一个ADC的 所以我们最好要加上ADC 这里边的条件呢是ADC负为质数 负为质数的时候 它们的最小功倍数才是两个的成绩 此时呢 这Count呢就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举一个例子带进去就知道 比如说是9 还是用第一个A等于2B等于3C等于5 9除以2等于4 9整除2等于4 9整除3等于3 这两个加起来是7 9整除5呢是1 这个加起来是8 然后9整除2乘3是6 然后9整除6是1 所以减去1最后是7 我们按第一个解释里边看 就切好是第7个 所以呢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这个呢就是具体的思路 下面呢我们开始写代码 由于Python里边呢 并没有最小功倍数这个函数 所以呢需要我们自己来写一个 但是Python内置呢是有最大公约数的 所以呢我们ImportMap 然后直接ReturnX乘以Y 整除 Map.gcdxy 这样子就得到了最小功倍数 如果ABC不是互为巨数的话 这样子最小功倍数还是要求一下的 之后呢我们再把其他的数来做个准备 比如A B呢 就是LCM的最小功倍数 A B A B A C B C都是一样子的 所以我们写在一行一遍 B C A C 所以就不要写错 然后A B C呢 就等于L CM 就是用到上一行的结果 然后Tal用到下边 当然用A C 和B都是一样的 大家那么聪明肯定能理解的 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写R差数搜索 首先呢来定一下范围 就是左右分支的起点 左边呢就设置为下线 右边呢设置为上线 就是LR分别是1 还有10的9四方 乘号乘号9 我们需要算出来一个平均值 把它当成根结点 LR分别是左右分支的起点 都不是根结点 我们用root来当成根结点的值 L加R 整除2 这里边呢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这个root等于10的9次方 所以这个R的值就要变一下 是2乘以10的9次方 还是不要写在后边了 写在后边感觉容易引起起弃异 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写循环 二不分法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左分支笔根小 右分支笔根大 我们要满足这个L小于2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就算Count这个公式 就等于上面的这行公式 就Count等于X除以A 所以呢就是root除以A 加上root除以B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来开始写条件 还是用第一个例子 假设呢 L等于0 R等于20 此时的root等于10 然后Count等于7 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 我们知道这个呢 是有点算多了 所以呢就是说 if这个 如果我们算了这Count 比N还要大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右边的这个数 重新加一下值 它就变成root 减1 此时呢 R等于9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重新算一遍root 值 所以呢这个root 应该写在这个里边 root等于 L加R除 正除R R等于9 L呢是1 然后4是root 是5 5呢 次在这个Count 是3 恰好呢 是等于这个值 L1 Count 等于等于N 如果这个Count 等于N的时候 这个R等于R 这道题呢 基于二叉数的特点 就是左边的分支比跟小 因为我们要找的数 就是有多少个 小于等于这个相对应的 Agre number 所以说呢 我们最后返回的值 肯定是左分支的那个节点 我们再把这个条件写完 其他的话呢 就是 反而是这时候 就变成 R 左边呢 就加1 让它们无限的趋劲 直到呢 不满足这个while条件 最后呢 也称R 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有什么错误 先看一下 这部分还是删掉吧 先来检查一下 这里边N 应该写的正处 不是处考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约先一下 我们来提交一下 我们来提交一下 二分法呢 二分法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哇 超级不稳定 二分法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logN 所以呢 还是蛮有效率的 以上就是这条题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